八王混战 像秦慧帝这样的人 智力朝战怎么能行呢 是啊 看他那副无拥无力的样子 可能他还不知道在他的周围 已经有人在大动干戈了呢 秦慧帝不懂事 可是他的妻子贾后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两天前辅佐会帝的大臣杨俊被杀 听说就是贾后立谋的 是他跟汝南王芝麻亮和楚王芝麻维勾结杀掉杨俊的 信息贱 习近除了会帝以外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王呢 这是因为智武帝在当朝时封了27个同性王 每个王都有自己的军队和封地 秦慧帝认为这样就可以拱护司马氏的统治 可他没想到这么多的王也为朝廷的安定种下了祸根 报告皇帝 汝南王司马亮被楚王司马维给杀了 杀人了 快报告皇后去吧 不用去了 这事是我安排的 皇上 汝南王想捕揽大权 可是不成 兵权在楚王手中 这不他们两个就闹起矛盾来了 那怎么办 留着汝南王也碍事 我已经替皇帝传旨 让楚南王把他杀了 那很好 那很好 不过楚王维由荆州带兵入洛阳 杀了杨俊和司马亮 权力也实在太大了 家伙又在大什么主意了 皇上 我看楚王维是个有乙心的人 不如干脆把他除掉算了 好 楚王维被家伙当枪使了 我冤枉 我冤枉 冤枉 已经完了 打这以后 金慧帝已经没有辅政的大臣了 现在名义上是金慧帝做皇帝 实际上是甲后专权了 朋友 你好 你好 他是妈妈 我叫小齐 请问你是谁 我是金朝太子 我叫司马玉 原来你是太子 太子 太子 皇后叫你去后宫 母后叫我了 我得去了 再见 再见 张大人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太子 太子被皇后给杀了 皇后会杀死自己的儿子 太子不是甲后亲生的儿子 那天太子被甲后叫到后宫 不知怎么搞的就喝醉了 甲后拿出事先写好的 比会地退位的字样要太子照抄 太子糊里糊涂就抄了 这个混蛋小子竟然逼我让位 我先让他死 昨晚太子被押在金庸城中 没想到甲后还是派人追到那把他杀了 甲后真够心狂手辣的 都要发生什么事了 是赵王司马罗 他到后宫去了 赵王向来也有野心 他又掌管皇宫的禁卫军 他能怎么样 甲后杀了派子 难道他能借机 事实是赵王伦真的借机杀了甲后和其亲信党羽 在2001年他又自立为皇帝 把金惠帝囚禁了起来 各地的诸侯王听说赵王伦做了皇帝 更不服气 他们纷纷杀往东城 正在皇帝的动作 黑暗之间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厮杀 参加这场混战的有赵王司马伦 齐王司马九 成都王司马影 合剑王司马雄 长沙王司马影 东海王司马月 加上已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尾 一共是八个诸侯王 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前后持续了16年 到了公元306年 八王中的七个都死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东海王阅 他堵死了金惠帝 另立了惠帝的弟弟 死了一群王帝 这就是金怀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